雍正的继位成迷 四爷是靠什么逆袭成帝王的 倘若此证据确凿无疑 雍正皇帝又怎会不欣然接受 将其载入史册以正视听呢 可在正视之中 我们并未发现关于此事的明确记载 所以后人们更加不确定 雍正的皇位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康熙有很多个儿子 究竟把皇位传给谁也就成为一个大难题 那么康熙晚年的时候 究竟有哪些皇子想要成为下一任皇帝 和雍正竞争皇位的皇子又有谁呢 康熙晚年各方实力 都在为了自己的权力到处奔走 皇子们也开始基于皇位 九子夺敌大戏也开始上演 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 真正具备夺敌实力的皇子仅有五人 他们分别是元太子印人 皇长子印之 皇四子印真 皇八子印四 以及皇十四子印之 这五人各有千秋各具优势 但最终的胜利者却是印真 这其中的缘由实在令人费解 印仍身为元太子 曾两度被立为储君 又两度被废弃命运之波折 令人唏嘘不已